159 新聞 經濟軟著陸進行中 2015年7月15日經濟新聞圓標題 經濟軟著陸進行中經濟軟著陸進行中2015年上半年 貨幣政策操作進入密集法力期 平均每月一次的降息或降準大招 源源不斷為市場供血、滿足實體經濟需要 降低經濟運行成本 隨著前期貨幣政策操作效應不斷顯然 一些可起的變化正在逐步顯然 上半年 隨著降息降準等操作的實施 金融機構商認加大貸款投放力度 各項貸款同比多增 多次降準還提高了貨幣承數 今年2至6月 貨幣承數連續上升 貨幣承數的上升提高貨幣派生能力 貨幣供給亦相應增加 與此同時 正與央行調查統計師師師長勝從成所說 降息引導市場利率下行 進而刺激了貸款需求 加指銀行體系資金供給增加的配合 使得銀行放太二元逐漸增強 超雅儲備金率也由4月的3.27%降至6月的2.51% 這些變化對應的正時貨幣政策操作的核心目標助力經濟穩增長 通俗來港 就是滿足實體經濟投融之需求 從近期連續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看 我國經濟政援中趨勻 多項行業統計指標轉好 然而 經濟回軟並不意味著經濟增速換黨期 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或者三期跌加情況下經濟已完成轉型 經濟軟著陸目前形式進行時 而非完成時 不可掉以輕心 因此 對於貨幣政策而言 下半年也並非可以結束寬鬆刺激 考慮到貨幣政策效果顯然通常需要4至6個月時間 因此 下半年將事前期貨幣政策調整效應的集中體現期 預計下半年貨幣政策進一步大幅放鬆的可能性不大 操作上將從之前的普調為主、定向為負、轉為定向為主、普調為負 主要以抵押補充貸款、再貸款、扭曲操作等形式出現 流動性的調節更多轉向長端 至於上半年的主角降息、降準 由於目前基準利率已降至歷史低點 下半年進一步下調的空間較少 但不排除配合存款基準利率上浮區間放開而再次降息的可能性 此外 除著外匯佔款負增長成為常態 以及美聯儲加息或引發資金外流 下半年降準認可期 下半年降準認可期 在此中的過程中的排阪中 下半年降臨被控告 下半年降臨被散佈 下半年降臨被判獨自製 下半年降臨被判獨自製 電流 下半年降臨被判獨自製